在这种没有护栏的万丈悬崖边上开车 应该没几个人敢去吧 带你们先看看车顶的视角 怎么样 有驾照的朋友腿软了吗 再来看看无人机拍摄的视角 这条崎岖的公路不仅狭窄 还被水流冲刷导致地面湿滑 就是这么一条要命的道路 却成了印度山民的生命线 拉克是一名货车司机 专门负责给印度各地运送各种生活用品 今天他被公司安排去跑卡扎 虽然很不情愿 但为了生活他也只能妥协 卡扎这地方让很多司机都闻风丧胆 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几乎没有司机愿意去冒险 好在拉克经验丰富 已有12年驾龄 等货物全部装车后 拉克就正式开启了这趟520公里的旅程 卡车在狭窄的桥上摇摇晃晃 此时拉克的手机突然响了 这种危险时刻一般不能接电话 但拉克却接了 因为那是7岁女儿打来的 女儿叫他小心开车 小棉袄的关心让拉克心里暖暖的 这条道路上车祸并不少见 为了减少安全隐患 每天都有工人在道路抢修 拉克被迫下车接受检查 当汽车进入峡谷后 几乎看不到一颗植物 这里全是光秃秃的山体 山体滑坡每天都在发生 汽车每次经过落石路段时 都得叫人帮忙看着 不然谁也不知道下一颗石头会有多大 小车司机抓住机会冲了过去 从挡风玻璃上的裂纹可以看出 他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了 工人告诉摄影师 自己一个年轻的同事不小心被落石击中 在家躺了两年 现在都没恢复 他们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也不会冒生命危险来干这份工作 越往后行驶 道路的海拔就越高 在这种没有护栏的崎岖悬崖上开车 心里素质不好的司机 很容易车毁人亡 巴士司机阿蒂石 他的山地巴士 可以说是山区唯一生命线 小伙年轻气盛喜欢开快车 他说这条路上开车 玩的就是心跳 必须战胜恐惧才能成功通行 他的巴士不仅要载人 村民的牲畜也可以带上车 不过他只能买战票 在这长达十个小时的旅途中 乘客无论坐着还是被挤成熊 他们都十分乐观 完全没有怨言和心理负担 道士司机阿蒂石不够成熟 他经常开玩笑说 要是不小心把车开下悬崖 那估计全车人都凶多吉少 这让后面的女乘客们不淡定了 纷纷吐槽他说话不吉利 阿蒂石自信地告诉大家 他今年28岁 已经有6年嫁龄了 黄一大姐是第一次乘坐阿蒂石的巴士 他说以前都是坐小汽车 这话阿蒂石可不爱听 连忙抬杠说小汽车更容易打滑 路边这辆被撞坏的残骸就是最好的佐证 女人们看不下去 赶紧让他闭嘴专心开车 眼前这种路况确实令人提心吊胆 目测最窄路段不到三米 道路中央还全是落石 内侧是半包围的山体 随时有落石砸车的风险 外侧边缘更不必说 可以说是在与死神正面交锋 家措一家面色凝重 全城正经危坐 冬天他们所在的山村积雪太厚 没办法工作 所以冬季家措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拉贾斯坦邦 他们在那里出售T恤和纪念品 现在冬去春来天气变暖 村子里的积雪消融 一家人也是时候回家了 家措问女儿马上要见到奶奶开不开心 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终于在惊心动魄的十个小时后 巴士抵达了古拉布小镇 阿蒂时的巴士纵使万般能耐 也到不了家措的村庄 所以这里就是他的终点 而家措一家还有65公里才到家 他们换上了一辆越野 然而随着海拔递增 越野车也犯了难 来到最危险的峡谷地段 司机只能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前行 司机自己都忍不住嘲笑车子比率还慢 同时他一边行驶 一边祈祷上帝保佑他们顺利通过 这条路是十年前用炸药开辟的 虽然道路危险 但对于村民来说 这已经是最好的公路了 毕竟没有修路之前 他们需要步行五六天才能回家 越野司机觉得自己被框了 这样的路他还是第一次开 连护栏都没有 甚至内侧还下着鹅卵石雨 行驶到海拔2500米的地方 不料天气也阴沉下来 司机不得不打开车灯 这时前方有一个路人 他提醒司机前方有一块巨大的落石 建议掉头回去 但越野司机想赌一把 毅然往前开去 一直到了晚上 才发现道路确实被赌住了 加错一家只能下车 到临时避难所暂住一宿 一晚需要三美元 听上去物美价廉 遗憾的是没有暖气 第二天一早又继续赶路 他们距离村庄还有25公里 司机祈祷一番后才正式出发 他希望今天一路顺风 然而出发没多久 就遇到了麻烦 这里的积雪还没融化 导致车轮打滑 他们不得不借助石头牵引 但就在即将冲出缓坡时 又滑回去了 越野司机别无他法 只能跟加错商量 接下来的路只能靠他们徒步行走了 另一边 拉克也还在旅途中 他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 差点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 好在虚惊一场 没想到转角又遇到失滑的冰面 车子直接往后滑 拉克只好把车退回到没有冰的路面 然后下车到一些泥土 在路面增加摩擦 忙活了半天 才得以重新上路 不过后面道路依旧凶险 看着都让人腿软 在这种单行道上开车 最怕的就是汇车 与此同时 狼狈的加错一家也开始徒步回家 他们还剩下7公里的路程 虽然又冷又累 但这个小家庭仍然很开心 回家的喜悦显然盖过了路途的心酸 7岁的女儿一路没有怨言 加错心疼地把女儿抱起来 鼓励她马上就到家了 湿漉漉的脚 踏着麻木的步伐 终于在两个小时后 看到胜利的曙光 斯坦金迫不及待跑进温暖的房间 奶奶宠溺地亲着她的小脸 接下来就是他们温馨的团聚时刻 经过两天的辗转驾驶 老司机拉克也终于到了他的目的地 负责人高兴地迎接他 一件件商品完好无损地完成交接 拉克终于松了一口气 如果没有这个男人 这个小山村将会与世隔绝 所以对拉克来说 这里是他的谋生圣地 而对这里的人民来说 拉克是他们的福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